公園蚊虫肆虐害不少民众的手跟脚变成了红豆冰棒 不过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支友基金会 一年前展开了灭蚊作战 结合专家在不使用药物的情况之下 成功的让大安公园的蚊子数量锐减 这是国内首次尝试以生态防治法来灭蚊 它主要是透过改善景观来灭绝食物来源 例如为了减少小黑蚊 不仅用强力水柱来清洗地面 还有水路上面的青苔 还修剪树形增加透光率和透风率 那这么做之后呢 大安森林公园的蚊子也顿时大量减少许多